见到第一线,第3141章,阁下可曾看够,灵宝天城高高的城墙上,悬挂着陆鼠妖族等人,而在城墙前,命魔一脉的强者跪倒了一地。 其中,金袍老者、灰衣女子和血衣男子三人皆是不弱于殷奇的角色,能够轻松震杀妖族。 可现在,他们也和其他人没区别,被镇压跪地,投入深埋地面。 唯有苏毅那孤零零的身影,立在场中,一袭轻袍飘液,甜蛋出尘。 从抵达灵宝天城那一刻起,苏毅就不曾显露什么情绪变化,被重重围困,被不断挑衅和诋毁,都未曾让他情绪有任何一丝的变化。 那是一种骨子里的平静,不声张,不显露,无喜无悲。 可当他出手,一切都变得不同。 静阵之巅,白衣女子手脚发凉。 整座沙阵完全由他一人掌控,若他愿意,沙妖族也不费吹灰之力。 可现在,整座沙阵都已被他运转到极致,威能也催动到极致,却依旧无法撼动那一口遮天蔽日的大冤。 直至看到那些族人全部跪在地上,白衣女子的心彻底沉入谷底。 他们失算了。 那信苏的命官不是太弱,而是太强。 强大到让他们所有人都看走眼。 强大到自始至终对方都不屑争辩什么,是他们如无误。 事实也证明这一点。 当大战上演,对方轻描淡写之间便镇压全场,一如主宰发威,一念间便翻了天。 是那该死的三世佛撒谎,坑了我们。 命官根本不是他所说的那般若。 白衣女子悄然攥紧玉手。 作为命魔一脉的技师,白衣女子的地位和实力,自然远非一般人可比。 这一刻,他深呼吸一口气,开口道,苏毅,你现在收手,我可以把那些人质的本命字交还。 清冷的声音,回荡在城门前。 苏毅袖袍一挥。 苏毅,高悬在城墙之上的陆鼠妖族等人,身影凭空消失,被他收进了秀里乾坤。 而后,他这才转身,看向高高立在静阵之巅的白衣女子,道,你也跪下。 很平淡,也很没气势的一句话。 可当声音在回荡时,一股恐怖的威能从命书上扩散,那一口黑洞般的大渊骤然扩散。 轰隆! 天地动荡,整座血魂坟道阵遭受到可怕的冲击,在被大渊吞没。 白衣女子大惊失色,挥动血色镰刀,全力抵挡。 可却像躺壁挡车。 几个眨眼而已。 这座被命魔一脉,是座足以震足的杀阵,就四分五裂。 连白衣女子都差点被吞噬。 关键时刻,她脚下一点,身影如闪电般挪移长空,挥动血色镰刀, 朝苏义斩去。 血色镰刀恰似一轮星红的残月,带起无皮耀眼的光,锋芒无霜。 苏义毅立原地不动,当那一轮残月般的血色刀光斩来, 却被一股无形的大道力量阻挡,停留在苏义头顶上空。 而后,星红的刀光一截捷报随炸开,像在苏义头顶绽放了一束烟火,璀璨瑰璃璃,额儿便黯然凋零。 白衣女子错愕,眼眸瞪大,明显被震撼到。 而苏义随手一扶,白衣女子的身影,砰得一声跪在地上,血色镰刀都脱手而飞,被苏义隔空抓在手中。 全场死记,每个命膜一脉,墙者脸上都写满了惊具和惶恐。 这,难道才是命官真正的实力? 未免也太恐怖。 随着血魂焚道阵毁掉,一直被隔绝在外的殷琪,终于看清了城门前的景象。 玄机,她不禁愣在哪儿。 和她最担忧的一幕不一样,苏义飞但没有遭遇不测,反倒成了在场最醒悟的一个。 因为只有她站着,其他人尽数跪了一地,包括济师匪牙。 这,殷琪脑袋发猛,难以相信。 当看到苏义没事,她本该感到轻松,因为只有她清楚,苏义一旦出事,被困命书中的帝师莫涵一等人,肯定也会遭殃。 可现在,她却轻松不起来。 原因很简单,她完全没想到,自己那些族人会败得如此快,如此一塌糊涂。 不要开口劝解,也不要求情,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,都如是告诉灵赵摩帝便可。 苏义开口了,平淡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响彻天地间,因其心中一颤,脸色变幻。 之前,她的确心生一丝侥幸,想为那些族人求情。 可很显然,苏义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。 而随着声音还在回荡,苏义一手握着那血色镰刀,来到了那金袍老者面前。 轻轻一挥,镰刀落出,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抛空而起。 还不等金袍老者的躯体倒下,命书已散发出晦涩神秘的光,将金袍老者整个尸体收走。 至于其头颅,则滚落于地,怒目原争。 苏义,你等着,我族一定不会放过你。 血衣男子愤怒大叫。 扑! 镰刀一闪,宛如收割稻草般轻松。 血衣男子人头落地。 其尸体,同样被命书收走。 当苏义挪一脚步,来到那灰衣女子身前时,后者猛地尖叫道。 英琪,你和林兆摩帝都是叛徒。 迟早会被清算。 英琪沉默,神色复杂。 叛徒? 这是帝师莫寒一大人的旨意。 为的还不是保全命魔一脉上下的性命。 扑! 灰衣女子的头颅抛空而起,死不瞑目。 对此,苏义根本没有任何反应。 是可杀不可辱。 姓苏的,有种你就全杀了我们。 何须这般折磨我等。 白衣女子力声道。 苏义淡淡道,折磨? 我和你们命魔一脉可不一样。 不会拿俘虏来泄分。 说话时,他以手起刀落,连续再斩十余人。 这陆鼠妖族他们的本命字,的确被人剥夺,一一瓜分炼花。 苏义在做的,就是把这些罪魁祸首找出来,将他们的尸体收集起来,找回陆鼠妖族等人丢失的本命字。 若非如此,他早就将这些敌人灭杀,根本不屑去,一一折磨对手。 很快,苏义屈指一弹。 咔嚓! 手中的血色镰刀,四分五裂。 这是白衣女子的本命宝物,在被毁掉之后,让她当场遭受反噬,可雪不止。 该结束了。 苏义轻语,脚下轻轻一踏。 苏义,有如发生了一场无形的地震,那跪在地上的命魔一脉强者,躯体皆像崩塌的雕像般瓦解,化作漫天飞灰。 白衣女子也如此,在被灭杀那一瞬,她只有一个念头。 这姓苏的命官,实力究竟强大到何等地步了? 阴其呆呆地看着这一切,失魂落魄。 苏义自始至终都显得很轻松,杀敌的方式也很随意,和漫不经心。 可越是这样,越让人感到心悸,无法想象她真正的实力,究竟有多强大。 听说命魔一脉,有收集手机为功勋的习惯。 这些人头,你也可以带走。 苏义指了指地上那十余颗手机,这是她专门留下来的战利品。 远处,阴其苦涩开口道,命官大人,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,怕是会适得其反,让我足那些老顽固,根本不可能考虑臣服的事情。 苏义转过身,看向阴其,平静道,我当初不是说过吗?念在莫含义的面子上,我可以给你们臣服的机会,而不是我求着你们臣服。 因其神色黯然,低头不语,不想臣服也无妨,我自会奉陪到底。 苏义抬手收起了命书,且看看最后,谁能笑到最后。 因其叹道,我会把今日之事和这些话,都如实告诉灵诏魔的,由他来做决断。 苏义汉手,正当如此。 玄机,他话锋一转,道,不介意的话,趁此机会,跟我说说你们命魔一脉。 在开战之前,英奇就打算说这些,可却被苏义打断,因为苏义一心想救人,根本没心思听这些。 现在自然不一样了。 英奇沉默片刻,便点了点头。 半课中后,苏义了解到了命魔一脉的一些状况。 在是否臣服这件事上,命魔一脉内部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。 林兆摩帝只是命魔一脉四位主宰之一,他依照莫涵一的命令,多次尝试劝说族人和命官进行和解。 但却遭受到其他三位主宰的激烈反对。 并且,还因为这件事,让林兆摩帝被骂作叛徒,在命魔一脉引发了极大的非议。 到现在,林兆摩帝自身处境都变得很窘迫,连他的手下都心生不满,陆续和他划清界限。 如今在命魔一脉,林兆摩帝已成了最不受待见的一位主宰。 若不是碍于他那主宰级的身份,怕是早就被视作叛徒严惩。 得知这些后,苏义不置可否。 站在命魔一脉的角度,去向有着血海深仇的命官臣服,的确难以接受。 林兆摩帝的做法,自然会遭受到激烈反对。 可站在苏义的角度来看,这是他再给命魔一脉机会。 既然对方不要这样的机会,那自然也就没有和解的可能。 唯一最受委屈的,自然是林兆摩帝。 加在中间,里外不是人。 想了想,苏义道,以后我和你们命魔一脉之间即便发生最坏的结果, 我也可以保证,给林兆摩帝那边一个存活的机会。 阴气一正,苦涩道,我只希望,不要发生那最坏的结果。 最后,阴气带着那些血淋淋的手脊离开了,心情沉默,满腔苦闷。 经历今日之事,让他愈发意识到,要想让命魔一脉和命官之间和解,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这等情况下,林兆摩帝的处境,可想而知,会有多窘迫和不堪。 而他自己,也必将背负叛徒的骂名。 世上之事,就是如此无奈。 阁下可曾看够,而在阴气刚离开不久,苏一呼的扭头望向林保天成那巍峨的城门内。